唯一非作歹的人往往会被人唾弃 但人一旦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 哪怕是犯罪也会被人看成传奇 这就像那些最凶残的连魂杀手 往往会被媒体冠以各种夸张的名号 张子强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媒体吹捧的世纪贼王 他一生作案无数 活了43年 案底就有30年 在最大的集体案子里 张子强带着团伙 动辄抢走上亿港币 闹得粤港两地的银行宝库 商骨富豪都坐立不安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会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张子强是广西御林人 祭事后没多久 就随父母去了香港 当时的香港对他们一家来说 是个太过繁华的大都市 作为移民的张家人 只能在油麻地庙街上讨生活 开了间铺子 买大碗茶 在这里 张子强每天见的 都是些被生活折磨的穷苦人 或是凶神恶煞的社会混混 还不时遇到帮派火拼事件 生长环境和人的心性 有着千丝万缕连性 或许是穷得可怕 让张子强从小就向往金钱 饿的景象 点燃他最初的贼念 这样住了几年 张子强读不下书 也不甘愿做学徒任人使唤 反而成了街头抢地盘的能手 父母想要管教也是有心无力 他的母亲 邓姓妹是个传统的懦弱女人 疼爱儿子 却根本不能左右儿子的想法 少年时期 进警局对张子强来说 就是家常便饭 16岁时他就东过大牢 但就是这样的名声 在30岁时张子强竟然结婚了 什么样的女人会嫁给暗底后 名声差的张子强 是和他一样的底层婚婚吗 恰恰相反 妻子左眼方比他小9岁 两人认识时他还是个学生 后来还做了老师 多有知识 一般来说 人结了婚 有孩子后就会有所改变 但这道理显然跟张子强不沾边 他俩的结合一开始就显得扭曲 为了赚取结婚养孩子的钱 本就不甘心埋头干活的张子强 重出江户 又做了几起案 1990年 一心只想报复的张子强 留意到了劳力士手表这个门路 张子强可不是想偷一块两块 改善生活的 他是天时地利养出的坏蛋 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案 劝着香港从总部进货 他找了几个马仔 带着枪支弹药 埋伏在接货的启德机场 制服了押送员 直接开走了押运车 这一出手就抢了 2500块劳力士手表 当时的安保措施确实薄弱 能留下证据也十分有限 竟真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度过了风波 有了第一次成功后 张子强总结一下 他觉得 还是抢现金最靠谱 恰好他的妻子罗远芳 在银行内不任职 能够提供情报 张子强没有理财头脑 拿到钱喜欢挥霍 而罗远芳会把一部分钱用来投资 再加上他出谋划策的本事 罗远芳俨然成为张子强的幕后军师 在妻子的帮助下 张子强一击得手 又抢到了上亿港币 但是这么大的案子 不可能没有破绽 警方很快从前的去路 顺藤摸瓜查到张子强 判处他18年有期徒刑 然而 如果这样就结束了 张子强怎么能叫做贼王呢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通常都站着一个女人 罗远芳请了香港最好的律师 两人通力配合 连出齐招 他甚至直接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并在发布会上 对着媒体发表演说 争取同情 之后 罗远芳和律师团又发掘了 一系列警方漏洞 最终 1995年 香港高等法院竟然宣布 张子强无罪 原本判了18年的张子强 只坐了两年牢 就安全出来了 无罪释放的张子强 还反将一军 控诉香港警察局 而且他竟然赢了 警察赔给劫匪800万 这样的奇观 纵观古今应该也是首次 1995年 刚出狱的张子强 就迫不及待地搞设计 在手下 陈志浩的牵线大桥下 他与另一大汉匪 叶继欢相约深圳 火凤芳酒楼吃饭 当天 一行人在包厢里 密谋了好久 最终决定绑架有钱人 打开杂志上 香港十大富豪的照片 张子强首先 划掉了霍英东的名字 而叶继欢则划掉了 刘鸾雄的名字 最后一行人将目光 锁定了香港首富李嘉诚 1996年 张子强带着他的团伙 对当时的香港 第一大富豪李嘉诚的长子 李泽聚下手 5月23日 李泽聚一如既往 坐车外出 经过深水弯道时 他和司机被观察 他多日行踪 操持着各色武器的 张子强等人绑架 李泽聚的身家性命 在他们手上 张子强甚至嚣张到 亲自去李嘉诚的家里 和他谈判 最终到手港币 10.38亿元 才放了李泽聚 张子强分得3.62亿 横伙里的陈志浩在其中 数目也很大 得了2.95亿 照理说 手里捏着数亿元 足够人荣华富贵一辈子了 但张子强却像红了眼的 赌徒一样 赢了也不肯下桌 1997年 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张子强 开始策划更多的绑架案 然而 接下来并没有之前那么顺利 他策划绑架澳门赌王 何鸿燊未遂 策划绑架香港 布政司 陈方安生 未遂 1997年底 张子强从内地 非法购买800公斤烈性炸药 2000多枚雷管 并偷运到香港 准备武装劫狱 去救同伙 然而 正是这800公斤炸药 敲响了张子强的丧钟 1998年1月 张子强在香港 马草笼 一间食物 储存800公斤炸药时 被警方追捕 而潜逃到中国内地 不得不说 逃到内地是张子强最成功的一次操作 1998年1月25日 张子强在广东 江门 外海大桥检查站被抓 贼王落幕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还记得张子强的军师 他的老婆罗燕芳吗 在张子强被逮捕后 罗燕芳始终没有去内地 张子强宣判死刑后 更有传闻说 他带着儿子去泰国隐居了 有人说 是张子强在扶法前 给罗燕芳写了遗书 去泰国 是他在信中对妻子做的要求 有人说 张子强虽然死了 但罗燕芳手头还有很多钱 香港黑社会 有不少人都盯上这个寡妇 于是 罗燕芳带着儿子躲到泰国去了 但事实的真相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张子强确实有一封遗书 遗书中的口吻异常的平静温和 看淡死亡 悔恨过去 他劝妻子离开香港 抚养好两个孩子 希望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好好读书 做普通的平民 吃饱穿暖即可 而罗燕芳本人的去向 知名作家兼记者 杨立光曾在香港通过走访调查 最终 在张子强母亲名下的一处住宅中 发现了罗燕芳的踪迹 后来 杨立光又得知 香港相关部门没有查到 罗燕芳办理泰国签证的记录 这更印证了所谓的 罗燕芳遭黑帮追杀 逃至泰国 是无稽之谈 不过 纵观这位贼王夫人 在张子强最后时刻的行为 确实十分反常 在张子强曾经入狱的时候 他亲力亲为 用各种办法帮丈夫脱罪 而张子强在逃到内地的时候 罗燕芳却根本没离开过香港半步 就连张子强被枪毙时 他都没去大陆看一眼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倒不是罗燕芳无情 大难临头各自飞 而是事出有因 罗燕芳确实是个心机深沉的狠角色 不过这个女人也有缺点 那就是香港人普遍的迷信 张子强在内地被抓获 罗燕芳在香港 找了个有名大师 求大师帮忙想想办法 大师给他出招 跟他说只要你不去大陆 你老公就能回到香港 罗燕芳听后很高兴 付了大师很多钱 并且将大师的话贯彻到底 坚决不去大陆看望张子强 直到张子强要被执行枪决了 罗燕芳还是待在香港文字不动 他坚信大师的话会灵验 只要自己耐住性子不去广州 张子强就能跟以前一样 上演一出死里逃生 只是这位向来帮助丈夫 出谋划策的贤内助 在迷信时 头脑却变得愚钝固执起来 伴随着一声枪响 张子强还是伏法了 事后罗燕芳傻了眼 找到大师讨要说法 大师狡辩称 是罗燕芳悟性不高 没理解自己的金口预言 什么意思 大师的意思是 罗燕芳人虽然在香港 心却飞到大陆去了 所以丈夫当然活不成了 纵观张子强的一生 他的种种劣迹 让人觉得他不配为人 但在遗书中 他也能声泪俱下地写出 对妻子和孩子关爱 他心中友善 只可惜这些善来得有些迟 而且和他心中的恶比起来 也太少了些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